29岁的新疆喀什地区加斯县古勒鲁克乡 栏杆村村民阿布都爱尼伊玛木 是一名建党利卡贫困户 家中耕地少 没有遗迹之长 阿布都爱尼伊玛木以打工谋生 收入低且不稳定 2019年12月 得知加斯县囊文化产业园招工 阿布都爱尼伊玛木抱着忐忑的心理 前来应聘 经过三个月的培训 现在阿布都爱尼伊玛木 变成了加斯县囊文化产业园的一名打囊师傅 我以前的生活 我以前住的就是土房 叫土炉 家里是颠水 一会儿跑 一会儿就是没有 以前就是没有人文明的输入 到处跑 找工作 打工 就是解决不了我家庭经济情况 阿布都爱尼伊玛木勤于学习 在培训期熟练掌握了打囊技能 和使用电气化囊坑 培训期每个月能领到2000元人民币 三个月培训期间 阿布都爱尼玛木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但成功上岗 而且还当上了小组长 月薪超3500元 我来到这里以后 在师傅我的带领下 学会了好多技术 也当成了男师傅 现在我的工资 三千五以上 以前的土房子 全部打掉 给我改成了 富敏安居房 路也现在就是水泥落 所以电和水都有 要养的驴鸭 鸽子 都有补贴 现在阿布都爱尼伊玛木 看到自己和同事们打的囊 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感到非常自豪 收入稳定了 生活越来越好 这也让阿布都爱尼伊玛木 迎娶了女友的芳心 他打算明年和女友结婚 以前就算我没有工作 但对象也很难 可是我现在有工作 有稳定的输入 三千年以上的工作 但对象也很满意 现在有一个稳定的输入 生活也很好 打算明年要结婚 记者在囊文化产业园看到 员工们身着洁净工庄 三人成组 围在电气化囊坑前 考制着芝麻囊 玫瑰囊 窝窝囊 等各种类型的囊 产业园 目前就业人数有1200人 员工最高工资每月5000元 平均月工资3500元 驾驶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庞雪芹介绍 驾驶县筹措资金8000万元 盘活占地274亩的废弃企业 于2019年11月 建成了建筑面积为 3万平方米的 囊文化产业园 产业园按照囊产业 加技能培训 加扶贫就业 加旅游观光的发展模式 以产业带动就业 目前囊文化产业园 日均销售囊可达30万个 18万个用于本地销售 其余的借助交通物流网络 以及与产业园合作建设的 电商平台 快递网点等 销售到广东 天津 上海等地 记者从喀什地区了解到 截止目前全地区 囊产业共吸纳于2万人就业 囊产业年产值24亿元 年利润超9.7亿元 按照规划到2025年底 喀什地区 力争实现 囊产品销售收入约75亿元 拉动原料 包装 物流 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 年产值约25亿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